第八十三集 吃得多 吃不饱 等下我来酒店接你 王健说完就挂断了电话 看似刚才信心满满 但是王健还是有些担心 北风做的菜啊 不能满足这个老家伙的口味 味道我倒是不怎么担心 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菜的品相还真是不敢恭维啊 王健默默地想到 说实话 第一次去北风那里吃饭的时候 要不是闻到那诱人的香味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自己压根就不会吃 小刘 帮我准备一下直升机 王健对着站在一旁的刘子云说道 刘子云点了点头 转身离开了 半个小时以后 一辆直升机 从青城集团的大厦楼顶飞出 在青城最豪华的酒店降落 王健接到黄陵之后 直升机朝着青岭村而去了 黄总 这位使人 在直升机上 王健看着 坐在黄陵对面的一个老人询问道 哦 这是我的一位老伙计 也算是志同道合之人吧 黄陵没有说明老人的身份 只是一笔带过 妈的 一个老家伙就算了 又来一个 王健一愣 心中默默地想到 何为志同道合之人呢 有相同的爱好 这个老家伙 肯定也是一个刁钻嘴 黄陵绕有兴趣地问道 我们这是去哪里啊 哦 青岭山 本市著名的旅游景点 王健心不在焉地回答 黄陵打气说道 哼 该不会是想带我们两个老家伙 上青岭山和西北风去吧 一路上 两个人都是各怀心思 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 对于合作的事情 一个字都没有谈 北风则是在想 用什么菜来招待王健呢 想了一下 还是决定 用大顶炖一锅便衣的大泥 看着时间 距离中午也没有多久了 北风让悬二悬三帮忙点火 一个小时以后 大顶之中的便衣大泥肉 已经炖熟了 北风刚把顶下的火熄灭 一阵螺旋桨的声音 在宅子外面响了起来 北风一愣 来得这么快 两条小狼狗这段时间呢 胆子可谓是飞速上涨 也不害怕了 跑到门口 还没有见到人 就开始飞了起来 北风朝着两条小狼狗 呵斥说道 吃得多 吃不饱 回来 两条小狼狗夹着尾巴 屁颠屁颠地 跑到北风面前 好好地摇着尾巴 没错 吃得多和吃不饱 就是北风 给这两条小狼狗起的名字 两条小狼狗 也是很好人 吃得多 是梅中 有两个豆腐 吃不饱 则是全身漆黑 唯有四肢脚掌处是雪白 至于名字的由来 自然是由于这两条小狼狗太能吃了 就算是一级妖兽变异大泥的肉 一天也得啃个三五斤的 好歹吃得多 长得很快 两条小狼狗已经长到成人膝盖出了 浑身肌肉高高鼓起 皮毛光滑如同绸缎 四肢比一般的狼狗可要粗壮得多 小小年纪啊 已经是出路蒸笼了 一口雪白的牙齿 让人深寒 唯一让北风满意的 就是这两条小狼狗 不像其他狗那样满嘴的口水 而且两条小狼狗很通人性 一些简单的指令都能够听到明白 摸了摸两只小狼狗的头 让它们一边玩去了 北风来到门口 把门打开 王健一行人呢 正好走到门前 北风大圈说道 王总 你可是稀客啊 好长时间没有过来 是不是小店照顾不周啊 王健感慨一句 哎 最近忙得晕头转向的 没有那个时间呢 哦 对了 这位是黄总 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 今天可是慕名而来 你可要拿出真本事来 哦 已经准备好了 来得正是时候 里面请吧 北风表现得很平淡 只是礼貌性的对着黄林两个人轻轻汗手 黄林一直打量北风 第一感觉就是很有个性的年轻人 很有个性的年轻人嘛 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实力配得上这份个性 好香啊 一进入院子 众人就惊讶起来 黄林的嘴巴可不是一般的刁断 但是闻着这股味道 也感觉到唾液分泌加速 不自然地鼓动了一下喉咙 在场只有跟在黄老身边的老人 没有去在意那香味 而是眼神灼灼的 盯着院子中放着的那一口大顶 抱天天物啊 张宝君的表面不动声色 但心里都是带低血 只是稍作打量 张宝君就确认 这口顶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朝代的 但绝对不是现在的工艺品 张宝君可不是一般人 在鼓动圈子里也是耳熟能详的 最擅长见顶青铜器等 看着大顶的一瞬间 张宝君就感觉到 一股浓郁的历史沧桑感传来 这可不是瞎说 异想 而是张宝君专注研究青铜器一辈子 得来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 外行看门道 内行更多的 却是更加相信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判断 打量了一下整个顶身 最高不多一米五左右 顶身上雕刻的一些符纹 符雕 花鸟鱼虫 很精致 栩栩如生 不似以往自己见到的那些抽象一般的符雕 商代 丝母雾顶 是目前一只 华国古代最大最重的青铜锂器 但现在这口顶 已经打破了 私母雾顶的记录了 这口顶 要不就是价值连城 要不就是仿造的巧夺天工 但就算是假的 我也认了 张宝君观察了一阵之后 心中默默地想到 就算是赝品 能够做得如此的巧夺天工 也是一件难得一见的精品 一样有收藏价值 张宝君现在满脑子都是在想 怎么才能够把这口顶买下来呢 这个年轻人应该是不识货 要不就是专门下套的 张宝君默默地想着 要是识货之人 不可能用这么珍贵的顶来炖肉 怕就怕这个年轻人是欲擒故动 就等着人往这里面钻了 老张 老张 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已经走到前方的黄林 转过头来招呼 哦 来了来了 张宝君一愣 迈着步子朝着房内走去 稍坐一下 菜马上送上来 北风把众人带进饭厅之后 说了一句 然后就转身出去了 行啊 这么偏僻的地方 你是怎么找到的 黄林来了兴趣 虽然还没有吃到菜 但只是闻到这一股味道 就让人胃口大开了 王剑一看 按道有戏 机缘巧合罢了 至于张宝君 则是一直心不在焉 惦记着 怎么把大顶弄到手 充实自己的私人博物馆